好 再来看到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各地的童花绽放 尤其在苗栗的童花区域广大 是全台湾最受欢迎的赏童胜地 而今年呢 童花季 苗栗县政府特别推荐了15条赏童路线 邀请大家一块来欣赏浪漫的五月雪 三 二 一 请定位 热闹的仪式 宣告今年苗栗客家童花季正式开幕 目前苗栗县内的油童花几乎都已经盛开 偏然飘落的花瓣让游客看了好惊喜 很漂亮 太漂亮了 走在童花步道欣赏春雪纷飞的美丽景致 或是在树下拍照留念 还有不少民众拿起掉落的童花牌子 开心又浪漫 我们一介四口的名字 四口的名字啊 对 下面吧 从现在起到五月上旬是赏童花的最佳时机 今年苗栗县政府特别推荐 限内15条赏童路线 邀请国人一同来漫游客家庄 2067年来我们把我们的童花机 已经来把它拓展 有15条路线 那尤其是在我们客家童花公园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开闭8公顷的一个童花公园 所以每年也带了非常多的游客到这个地方 客家菜包还有各式的米食 现在吃客家料理赏童花 是最惬意的休闲活动 童花跳漂亮 漂亮 继续报道